大家好 下周 下周二 我要有一个小妹妹 我会对我的妹妹很好 好吃吗 你戴的是什么眼镜啊 有 有眼镜 大家好啊 风光和声声 好久没有这种形式给大家做vlog了 最近其实非常的忙 工作忙 另外呢 也是可能第一次跟大家在视频上 讲哈 我呢也将迎来家里的二宝哈 啊 其实二宝大概就是 下周二吧 今天是周日吗 大概就是后天吧 我们定的是这个抛肤产的时间 但是 孩子三八可能 今天就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 水要 water 就是羊水可能有点 有一点动作了 所以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 比预计的提前哈 但是今天依然要带三组客人看房 所以非常的 非常的忙碌 那如果说真的她不舒服的话 我要马上带她去医院了 可能今天下午也许就会 忙完了就会带她去看了 雅雅 今天呢 妈妈有点不舒服 待会爸爸去工作 然后你呢 好好照顾妈妈 好不好 好 那如果妈妈 如果妈妈 那个不舒服的话 你打电话给爸爸 好吗 好 那doctor呢 爸爸就带你和妈妈去看doctor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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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妹妹了 开心吗 开心 嗯 妹妹叫什么名字 小闺女友友 哦 真是真棒 我跟大家讲啊 谁要是告诉你地产经济 时间很灵活 想干干不想干不干 我跟你说这都是伪命题啊 作为地产经济 真的要非常的负责 呃像个早上跟大家讲的 我们预产期不是预产期 我们定的是周二 就是周二 下周二 呃做这个泡妇产 然后 今天呢 就感觉洋水有一点点了 那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一直在观察 那真的不行的话 我们就得马上去医院 但是这种情况下 今天还要带三拨客人 而且有一拨客人是有租客 呃别人来看我们的listing 然后我要是 我早上过来拿 过来素理中心拿钥匙 然后回家 然后去带两拨客人 带完两拨客人之后 呃我来这边带客人 然后大概要等一个多小时 再把钥匙还给租客 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你没有办法说 这个在家里面陪着老婆 等着生活 是等着等着生产啊 所以地产经济真的 我怎么说呢 我觉得做的好的 应该也没有什么个人时间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对客人的一个承诺 对吧 你当然今天来带着人看 给人讲 哪里好哪里不好 或者你答应客户说 我给你卖这套房子 我要尽全力 那不管什么情况下 你都要到场来给 给大家做这个收莹吧 所以真的很难的哈 所以大家如果想说哎 我做电线经济可以 可以到处晃一晃玩一玩 那最好不要做这门 最好不要做这个这个行业哈 在这里啊 跟大家聊一聊 一直以来呢 没有跟大家讲 因为我媳妇是个很低调的人啊 不太愿意让我说她怀孕 而且她也变得越来越胖嘛 然后感觉形象不太好啊 呃 然后但是 下周二嘛 大概还有两天啊 今天周日嘛 周一周二周二就开始做抛妇产了 那如果这两天提前发动的话 就可能要提前做 所以没办法 而且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去找这个做抛妇产的医生 我们说整个richman hospital 一个礼拜大概会安排几场手术 大家能知道是几场吗 知道的哈 留个言猜一下哈 是这样的 每个礼拜只安排三场 周一周二和周五 然后每一天只安排一次 所以一个礼拜 计划是三三场手术 呃 真的是少到令人发指啊 当然了有一些呃 就临时需要去做抛妇产的 那那肯定也要会安排嘛 那他们安排这么少 可能也是为了可以这个 可以这个呃 应付更多的紧急情况 呃 但是这边的医疗资源 真的是非常的少 但凡是但凡还不错的 他可能也都去美国 所以啊加拿大这个医疗资源呢 真的也是够要命啊 呃 怎么说呢 这个的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之后呢 那我应该会陆陆续 跟大家去拍很多啊 我们老二的情况 老二的名字呢 我们也想好了 呃 小名应该叫悠悠啊 这个大名呢 可能还要到时候再说 呃 所以我可能未来的几天 也会在屏幕上消失一下 哎呀不好说 因为我的视频拍了很多 呃 是 我只是有没有时间上船而已啊 呃 还是蛮激动的 呃 本来像周日今天 嗯 鸭鸭应该是有课要上的 要去画画 我也跟他妈说了 我们就要不然就不去画画了 因为我也想多一些时间呢 能陪鸭呀 毕竟现在他还算是独女 是吧 呃 过了 再过两天呢 就有个妹妹了 对吧 那个我也想多一些时间 来陪着孩子 呃 感觉 还蛮开心的 然后我觉得鸭呀 对于老二的出生的 也是非常的期待 然后给他准备了好多玩具 呃 怎么样 我希望对于妹妹的这种呵护和爱戴吧 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我总而言之 我觉得 呃 呀这是一个小棉袄啊 真的是太太那什么 前些日子还发生个事情 就是他 我我们三口啊去吃个早饭 去cora吃早饭 然后呢 我呢自己坐一边 他跟他妈妈呢 就一人坐一边 他肯定坐里边嘛 他妈妈坐外面一边 然后呢 我就吃他 我吃过饭了 所以我就没有点 我就吃他妈妈的这个盘子里的土豆 土豆片 然后我就吃吃吃 然后吃完之后呢 我就开始吃他盘子里的土豆片 他刚吃了一两个 鸭就说他要坐到 坐到我边上 要坐到他妈妈对面 哎 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啊 他也不告诉我们为什么 那么过了一会儿 我就把他抱到我边上来了 哎 抱到我边上来之后呢 他就把他的那个土豆 那一盘土豆呢 也拿到他的跟前和我的边上嘛 然后 然后他妈妈可能意识到 呃一个事情 就问他说啊 你是不是想要这个 坐到对面 是因为爸爸吃土豆片 可以吃的更方便一点 他说是 哎呀当时我就觉得 这真是小棉袄啊 真的是小棉袄 哎呀以后就有两个小棉袄了 还是很激动的 然后但是想想啊 就觉得老大走过的那一个 那个事情老二要走一遍 然后前些日子呢 我爸妈把什么这个 呃各种东西啊 也都收拾了 然后老二应该会有自己的房间 老二应该会 哎 就是让他尽量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去去生活了 哎 希望可以多一点纪律性吧 哎呀感觉还是非常的期待哈 以后就是两个瓦的爸爸了哈 但是帮着大家看房买房卖房的 这个时间还是非常的 有的哈